好 这一场地震呢也造成了南区多建的学校 民宅建筑物受损 那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 在20号的一早呢是特地直奔花莲玉礼 关心当地有哪些需要帮助的受灾户 那么张淑芬就说 他自己在看电视报道的时候 自己非常的舍不得 会来灾区是希望能够在政府 没有办法协助的部分 在帮助弱势族群进行灾后重建 舍不得吧 那我觉得我来现场我会心安一点 亲自前往花莲灾区关怀 张淑芬首站来到玉璃镇松浦地区 滑动大地震后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希望能出力协助灾后重建 政府有政府的制度 那我有我的做法 所以各做各的分工合作 不过才刚说不介入政府原有的救灾体制 没想到花莲县长徐珍贵的电话马上就到 因为我整个会开行程还没有结束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陪张富人 没有关系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也是来上班的 张淑芬强调不用官员陪同 随后又转往左西乡勘察 被证毁的国小小社 中午则回到玉璃消防局听取简报 了解灾情状况 我走第一线 事实上是来学习 灾区有多严重 那需要帮助的有多少 张淑芬此行除了在花莲堪灾外 还会一路前往台东池上 和关山地区 希望能适时协助重建工作 借众和报道